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我需要知道說 到底有你這邊輸入幾個人的成績 怎麼知道幾個人成績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這個創列變數的前面加一個LEN 所以如果你加一個LEN的話 它這個地方就會是指的是說它是輸入幾個人 意思是說被輸入幾個成績進去的意思 前後你可以再串,共有幾個學生那個敘述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的總分,總分怎麼算? 總分很簡單,其實一樣,這邊我要print 把LEN改成什麼?改成sum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那就把總分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算幾個人? 這個是算總分 平均的話,其實平均比較麻煩一點 也許我們在這邊加一個變數,FEG 假設FEG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總分,總分就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總分 當然總分你也可以給一個變數 讓它存放,然後除以它幾個人的成績 這樣的話,FEG裡面就會得到它的平均了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print 第三個就平均好了 那虛數我先不寫 我只是先把最後的答案先寫出來 然後,甚至你說老師那最高分最低分怎麼做? 一樣嘛,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print 最高分的話,這邊就加一個max 然後最低分的話,就加一個mini就可以了 OK,好,那這樣我們假設 我們做這幾個就大概足夠了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第一個執行一下 然後它的成績 我隨便大概輸入幾個成績 大概三個就好了 -1 -1 -1就離開喔 所以它會得到幾個訊息給我 總共呢 幾個 你輸入幾個學生呢 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輸入三個 沒錯 OK 所以L1N算出來就三個 你把它捲動 也就是三個 有沒有 我就輸入一個 輸入兩個 輸入三個 它得到什麼 L1N 幫我算一下裡面 一二三 三個沒錯 那總分的話呢 就把這三個加在一起 總分261 然後平均的結果的話呢 出完之後87.0 可能有小數點 出完之後是小數點 所以如果呢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那這邊可以用format 最高分是幾分 89 應該沒錯 最低分幾分 87 因為剛好這個分數都蠻接近的 好 那如果說呢 最後你想要把那個文字 串上去的話 那你就自己在print的前面 這個有沒有 加上那個 共有幾個學生 這個比較多字啦 所以我已經把它 先放在這邊了 OK 所以要輸出結果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 剛剛L1N這邊 串前後的文字的話 那我就把它打一下 OK 第一個啦 我就把剛剛L1N有沒有 這個串在哪裡呢 共有幾個學生 有沒有 幾位學生 共幾位學生也可以啦 然後呢 因為它前後是一個文字 所以我必須用str 把它轉型一下 然後串在中間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total啦 當然我剛剛是直接拿來用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total 然後把總分的部分呢 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平均的話 就是再把這個total的結果 除以L1N 那就得到平均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很麻煩 這好像有點麻煩的話 不然你不要這個total 像我剛剛是這樣 直接把它拿來計算嘛 也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 如果你少個total 後面好像 就會變成說 你還要再 有沒有 再做一個 這個 同樣這個公式 就要把它放在 變有點 重複到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後面會用到的東西 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增加一個變數 拿來存放資料 然後所以 加總結果 除以它幾個學生 那就averture 那最後的話呢 我希望得到結果 是總成績幾分 那我這邊的話 有沒有 總成績幾分 所以幾分的話呢 我給一個大瓜糊 那平均 要取到小碎很第二位 所以我再給一個大瓜糊 裡面放點2f 表示取到小碎很第二位 因為有兩個 所以喔 取到 那因為呢 裡面有兩個大瓜糊 還記得吧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文字有沒有 後面再加一個點format 那因為呢 有兩個大瓜糊 所以呢 我把這個大瓜糊裡面放什麼 總分嘛 就total 所以把total放進去 那它就把成績放進來 總分啦 然後再來它的平均 取到小碎很第二位 所以把這個 這個平均 可能不是小碎很第二位 但放進來 它幫我格式化成 小碎很第二位 最高分最低 所以喔 讓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這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執行一下 所以再隨便輸入幾個成績 好 -1好了 大概出了三個 一四以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共有三個學生 這邊 敘述完之後 串在一起 沒問題 總分260分 平均的話呢 86.67 其他小碎第二沒有 最高分89 最低分是84 有沒有 那就可以幫我把成績計算 完畢之後呢 顯示計算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如果我希望喔 把資料先放進去 然後再做計算結果的話 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再使用剛剛講的 主要第一個 LEN函數 第二個的話 SUM函數 第三個的話 我FORMAX其實複習一下 第四個最高分是MAX 最低分是MINI OK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有個列表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串列真的還蠻重要 因為將來喔 如果沒串列的話 哇 那真的大量資料 那放哪裡 所以理論上 串列的角色 其實還蠻吃重的 它其實有點像 以色列裡面喔 那個藍的 或者藍的角色 放資料 一直放一直放 OK 放完再做計算 當然如果以剛剛這個 這件事情喔 你要在以色列裡面做 當然是非常簡單 差別的地方 當然最大差異啦 一個是用滑鼠鍵盤 就完成了 一個可能要自己寫程式 OK 那當然 簡單的事情 以色列OK啦 但如果複雜的事情喔 那就 不太 用以色列 我覺得用以色列 來做的話 顯然有時候會 沒辦法 處理得很好 尤其是越大量的資料 所以可能還是要分工合作 簡單的事情以色列打開就OK 但是複雜的事情 恐怕還是要用程式來解決 OK 這個地方喔 把那個後面的這個 幾個項目喔 包含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平均 還有就是最高最低分 把它計算出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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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